老婆关心是笑话,我们结婚三年了,当年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她追到手,但我知道,她心里一直藏着个放不下的白月光,前不久,那个男人回来了,下班回家路上,经过一家五星级酒店,我无意间在门口看到了老婆关心,就在半个小时前,她给我发消息,老公,小爱回国了,约我见面, 估计要晚点回家,但站在那等她的哪里是小爱,而是一个男人,一见面,男人就把她拉到了怀里,两人窃窃私语,关心扭泥了下,转身跟着她上了楼,即使就那样匆匆一瞥。 我还是当场实话,那个男人不是别人,而是关心这些年来,心头一直放不下的白月光,钟蕾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打死我也不信,结婚三年了,她为了她,依然这样义无反顾,还用小爱做幌子来骗我。 当年,我们四人是大学同学,关心是校花,钟蕾是学校里迷倒万千少女的风云人物,包括关心和小爱在内。 而我,说好听点是红花旁的一片绿叶,难听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备胎,还背得心甘情愿,没脸没皮的那种。 所有人都认为,关心和中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 理所当然就应该在一起的,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,听说关心为了能和中美上同一所大学,浪费了不少高考分数,从985变成了211,可中美对关心的态度一直都模棱两可,从未公开承认过她是她的女朋友, 这就给了我无限的希望,丝毫不介意关心的心里有别人,一直在她面前当舔狗,企图用这样的方式能换得水滴石川,至于小爱,则是关心的室友,两人的关系不错,一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女,当初被钟蕾迷得五婚八素,疯狂用钱去砸。 直到毕业也没能砸到铁树开花,是啊,钟蕾怎么可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呢? 他谁都爱,又谁都不爱,只有关心那个傻子,这些年来一直不离不弃,守在自己的白月光面前跪舔,我又何尝不是呢? 几年的努力下来,我和关心的关系没能更进一步,和小爱道成了难兄难弟,相互打气,又爱气不幸,怒气不争,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,不能换一个人来舔? 大三那年,我终于醒悟,也彻底放弃,关心和钟蕾突然官宣了,两人初双入队,准备考研,每次远远看到关心一脸幸福的站在钟蕾旁边。 我的心就如同针扎一般难受,开始刻意和他拉开距离。 毕业前夕,因为忙着实习和找工作,我也非常忙碌,已经很久没有关心的消息,只听说他被南方一所知名学校录取,而中美落榜了,直到那天,突然接到他一个电话,王哲,你能来一趟医院吗?想请你帮一个忙。 电话里的关心带着哭腔,原本以为早就对他不在意了,可是一接到电话,我就放弃了一家单位的面试,直接去了医院。 关心怀孕了,是中蕾的,但是中蕾却披下关心出国留学,只单方面提出分手,就断了和他所有的联系,然后人间蒸发。 这混蛋,我替关心咽不下这口气,当即就打算动用所有的同学关系,打听到中美的去向,兴师问罪,但却被关心拦了下来。 算了,我不怪他,这都是你请我愿的事,王哲,我只请求你,能不能替我在手术单上签字。 我这个万年备胎,终于派上了用场,还是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,手术后,我租了个房子,尽心尽力照顾他,后来,关心放弃了毒炎的机会,和我一起回了我的老家,他甚至连最好的朋友小爱也不再搭理,我知道,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和过去诀别。 和中美诀别,表明和我开启新生活的决心,为了能让关心安心,我也和小爱断了联系,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,一年后,我们结婚,结婚三年来,我一直把关心捧在手心里呵护着,恨不能让全天下的所有人都知道,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,从关心脸上渐渐多起来的笑容, 我敢肯定和我在一起,他也是幸福的,只是钟蕾成为我们之间的绝对禁忌,也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,谁知怕什么来什么,时隔四年,钟蕾终究还是回来了,而关心竟背着我和他偷偷在酒店私会。 还对我撒慌,我度火中烧,想都没想,冲进了这家五星酒店,可是等我冲进去的时候,关心和中美已经不见了,前台也毫不客气,用不能透露顾客隐私为由,拒绝了我找人的请求, 我心红着眼,手在楼下的咖啡厅里握着杯子的手都在发抖,十分钟,半个小时,一个小时在度日如年中一点点过去,关心和中美一直没出现,我无数次地反问自己,如果抓住了他们在酒店里有什么的铁证,我真的能做到毫不留恋,义无反顾地扔了他吗? 即使只是这样想想,我的心脏也一阵抽痛。 是的,我做不到,我舍不得,七年了。 关心早就刻在了我的生命里,我无法承受那玻璃的痛,不想失去他,我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,可能他真的是去见小爱呢,只是恰巧中美也在,他说了,是我给了他心声, 让他知道,原来双向奔赴的爱才是值得珍惜的,他说这些年,我也融入他生命的一部分,不能分割了,他怎么可能背叛我? 我要相信他,你们骂我窝囊也好,骂我不是男人也罢,反正在这一刻我怂了,我从酒店落荒而逃,在回去的路上, 我给关心打了个电话,问他在哪儿,小爱回来了,是不是也应该见见我这个老同学? 他过了许久才接,声音压抑,甚至还带着撕哽咽,好像哭过,老公,改天吧,你一个大老爷们,别打扰我们,闺蜜叙旧,我晚点回家。 他还在骗我?我心如刀脚,懦懦了半天,却不争气地叮嘱他,好,我等你,我给你做紫薯蛋挞,你昨天晚上说想吃的。 这是我为了关心学做的第一道点心,已经练得炉火纯青,每次,他都能一口气,吃七八个,然后揪着我耳朵,说胖了我得负责,将来不能嫌弃他,我怎么可能嫌弃他呢,爱一辈子也爱不完,就是他的白月光回来了。 我这个万年备胎,可能得让位了吧,电话那头的关心说了一句,叫我别等他,便急匆匆挂了电话,隐约间,我好像听到了中美的声音,听不清说的什么。 这晚,关心是夜里十一点左右才回来的,桌子上的紫薯蛋挞早就凉透,我窝在沙发上,默然地盯着电视,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他,是兴师问罪呢,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 最后,我坐着眉洞,看到我的样子,关心皱了下眉头,眼神有些躲闪,我说了,不让你等我,你怎么还等? 我站起身来,想要拉他入怀,却被他不经意躲开。 转身进了卫生间洗漱,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憔悴,老公,我累了,先休息吧,不饿。 见他这样的态度,我终究还是怒了,他背着我去撕会钟蕾,回家后连一句解释都没有, 他把我这个丈夫,到底置于何地,我把桌上的蛋挞打翻在地,既然他不吃,留着还有什么用,累了。 你和小爱做什么了,小爱也是我的老同学,哪天约他来家里坐坐,关心的眼底明显有了慌乱,可他还在骗我,小爱他,他工作忙,回国时间紧,这次估计没时间,等下次吧,下次一定叫他过来。 他这话是骗鬼呢。 我就不相信了,小爱如果真回来,会连见我这老同学的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,见我满脸的质疑,许久,关心有些欲言又止,老公,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。 此刻,我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上,又希望他和我坦白,但是又害怕他说出自己放不下,终得要离开我的话,我这些年来养成的田狗属性,此刻在关心面前发挥到了极致,强忍着心头翻江倒海的难过,再次抱着他,求欢,老婆,我们要个孩子吧,你不是说要和我儿女双全吗? 关心在我唇边象征性的轻拙了下。 不露声色推开了我,过段时间好吗? 我就是想跟你说下,我最近单位可能会有点忙,会经常加班和出差,你不会生气吧? 他要说的,竟然是这个,是想给他们接下来的约会疼时间吗? 我苦涩一笑,不想再戳穿他,或许保持着这表面的和谐,我还能像几年前那样,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呢,中美是他少女时期无法释怀的梦,我允许他用自己的方式和他做一个了断和告别,只要他最后能回家就好。 没错,在所爱的人面前,即使卑微到尘埃里,也是幸福的。 但我也不想这样被动等待,关心是我的爱人,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对他使乱中气的中美,在几年后,还把他从我身边抢走。 第二天早上,我和关心像往常一样,手牵着手出门去上班,路上,关心问我,老公,我们是一家人,不管发生什么,你都会相信我的是不是?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一颤,但还是义无反顾,伸过右手去握住了他的手,老婆,这是当然。 在单位上,一整天里,我都有些魂不守舍,临下班前,关心又给我发了条消息,说今天加班。 会晚点回家,我决定不再坐以待毙,转身就去了昨天的那家五星级酒店,我要亲自去会会中美,警告他别再惦记别人的老婆。 但是到的时候,我还没来得及找到钟蕾,却见到了另外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,是小爱。 几年不见,小爱还和以前一样,浑身带着金钱堆砌出来的强大气场,满满的郁姐范儿。 见到我,没任何的拐弯抹角,别找了,钟蕾不在这儿,王哲,真没想到几年过去了,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怂,昨天明明都进酒店了,也不敢探究真相,你还是男人吗?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,原来,昨天小爱也在,躲在一旁看我的笑话呢,看着我像傻子一样被折磨。 到现在还跑我面前来说风凉话,我一下就怒了,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,拽着小爱到了马路边,说得咬牙切齿,够了,小爱,亏得我还念着一份同学情在这里,你就是这样袖手旁观,把我当猴耍的。 告诉我,昨天是你约的关心来这儿吗?为什么钟蕾也会出现?我霹雳啪啦问了一大堆,但是小爱一个问题也没回答,就那样似笑非笑地看着我,陪姐去喝酒,我就告诉你。 几分钟后,我和小爱坐在了旁边的一个酒吧里,小爱闷头喝了几杯酒。 杯杯一口干,这才开始说话,等她抬起头的时候,我发现她已经没了刚才的霸气,反倒像一个受伤的小女人,她嘶哑着声音问我,王者,你知道毕业之前,关心和钟蕾为什么分手吗? 她甚至也不再理我,把我拉黑后跟你跑了。 即使时隔四年,想起关心当年所受的苦,我的手还是捏成了拳头,我不想知道这些早就过去了的事,钟蕾那混蛋,她现在还有脸,回来找关心。 小爱,你肯定知道她在哪儿,告诉我。 小爱却打断了我,苦涩一笑。 你错了,你必须得知道,因为她对你我都很重要,当年是我挖了关心的墙角,抢了她的男朋友,所以她才和我绝交。 小爱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,一口气说完,如释重负,我愣住,这件事,关心从来没对我说起过,甚至连同学之间也没听到任何风言风语,小爱似乎怕我不相信,又嘲讽般补充了一句,如果不是我,你觉得钟蕾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顺利出国留学吗? 以她家的家境,又能负担得起昂贵的留学费用。 我顿时恍然大悟。 难怪当时关心会放弃南方那所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资格,跟着我回了老家,这可是多少人可望不可及的梦啊。 她对我说,就想从头开始,没想到是被最爱的人和最好的闺蜜同时背叛了,被伤得这么惨,已经心灰意冷。 此刻,我竟然不怪她对我的隐瞒,只是心疼得紧,这傻子。 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,可既然钟蕾当时为了出国留学,选择了小爱,现在为什么又要回来打扰我和关心的平静生活,再看着小爱一脸的痛苦,我一下就明白了什么,舔狗始终是最理解舔狗的那个人。 小爱就算付出所有,可能也无法得到中蕾的心吧,我竟然笑了,有种同病相怜之感,问她,你这样做,值得吗? 小爱也笑了,就好像回到了我们当初大学时彼此嘲笑的时刻。 两人沉默着猛灌酒,猴头火辣,眼角却差点呛出泪来,所以,在婚礼前夕,她突然告诉我,自己选择错了,还是忘不了关心的时候,我决定成全她,放了她也放了我。 小爱告诉我,她和钟蕾打了个赌,如果钟蕾这次回来,能顺利从我手里把关心抢回去,她就悄无声息从她身边离开,再也不打扰,但如果不能,那么钟蕾就乖乖回去,完成以前对她的承诺和她结婚,我质问她。 所以,昨天晚上是你打电话约关心见面,实际上在酒店等她的,却是钟蕾,甚至那条发到我手机上的匿名短信也是你发的,是不是? 昨天,要不是收到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,我也不会绕一大段路,从酒店门口经过,看到那让我心碎的一幕,小爱一拳抡在我肩膀上,又哭又笑,是啊,没错,可是谁能想到你,还是那个耸包呢,临阵脱逃,连桌间的勇气都没有。 这是一个听起来多么荒谬的赌约呀,如果不是在关心面前,做了这么多年的舔狗,我肯定会指着小爱的鼻子,大骂她没骨气,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嘛,非得在钟蕾这一棵树上吊死,可即使在理解小爱的心情,我还是无法接受他们这样幼稚的行为。 我一下站了起来,拽起小爱,就往酒吧外拖,吼她,凭什么,你们凭什么打赌,就要来破坏我和关心的婚姻,如果钟蕾不回来,我和关心能很幸福地生活下去,我们还计划着要孩子,她说了,要两个儿女双全。 我心红着眼睛,早已不管不顾,可能是小爱那句话也戳痛了我,是啊,我怎么能耸成这样呢,要像鸵鸟一样自欺欺人一辈子嘛,即使是什么结果,我都应该勇敢面对才是,说,钟蕾和关心在哪。 小爱抱着沙发不走,开始飙泪。 你去有什么用,昨天晚上,他们在酒店里待了整整五个小时,难道还不能说明一切吗?王哲,我们都认输吧,不爱就是不爱。 四周的人都纷纷侧目,保安也开始往我们这边走来,但我还是不松手,看起来就像个疯子,那是你们,我们不一样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不相信关心对我没感情。 在我的执拥下,小爱终于说了一个地址,你要去自取其辱,那你就去吧,我是不想和你一起去丢人现眼了。 我丢下它,冲出了酒吧。 那是一家在本地还挺出名的网红民宿,郊区,以敬衙取胜,据说每个房间都是独门独院带花园的小别墅。 每年,都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常住,如今正式忘记,要订到房间,起码是在半年前预约的,有了小爱给的确借地址。 我很快就到了中美租的小别墅门口,木制大门半场着,中美和关心对坐在小花园里喝茶。 这场景说,有多浪漫就有多浪漫。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,好在他们没有任何的亲密行为。 关心背对烟门,低着头,两人细细碎碎在说话,这次,我没有丝毫的犹豫,直接推门而入。 好久不见啊,老同学。 他们俩看到我突然出现,都吓了一跳,尤其是关心。 更是立马站了起来,还有些紧张,懦懦着想给我解释什么。 我走过去,把他揽在怀里,即使心在低血,脸上却依然带着笑。 老婆,你说中美难得回国,我们怎么也应该禁地主之一不是? 关心从我怀里挣扎了出来,看了演艺旁的钟蕾,然后使劲把我往门外推。 老公,你先回家,有些事我以后再给你解释。 全程,钟蕾都没说一句话,甚至还坐在那继续喝茶,那一副斯文败类的淡定模样, 让我心头的火苗腾腾外窜,解释个屁,我什么都看见了,包括昨天晚上你们俩进酒店。 关心,我真没想到你,竟然这么瞎见。 当年他为了钱,一句话不说,扔了你就跑,是我收的烂摊子,现在他跑回来。 你还屁颠屁颠就贴了上来,你就那么不值钱吗? 关心一点点往后退,使劲摇头,王哲不是你想的那样,不是的,你早上不都说了吗? 你相信我。 可我也相信眼见为实啊,我什么都看到了,他还想继续骗我,如果不是对钟蕾难忘旧情,他为什么要三番两次骗我,而且天天和他腻在一起? 关心,我不傻,如果你想愚合熊掌兼得,你更无耻。 关心的脸上,表情痛苦,那是因为一旁的钟蕾大叫了一声关心的名字,他接下来他的话戛然而止,趴地一巴掌打在我脸上,但打我的人不是关心。 而是钟蕾,王哲,你根本就配不上关心,配不上。 配不配得上,那不是他钟蕾说了算的,我鬼火冒,岂能在他面前示弱,当即一拳就回怼了过去,虽然钟蕾看上去比在学校那会儿瘦了一些,没想曾经的运动健将却变成了个直老虎。 他被我那样轻轻一推,一个眉站稳,竟摔了一跤,他的额头正好磕在旁边的石凳子上,咕咕冒出鲜血来,他躺在那不动,虚弱地叫关心的名字。 原来,男人里边也有白脸,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?关心果然就心疼上了,充满怨恨瞪了我一眼,蹲下去把钟蕾抱在了怀里,那紧张劲就好像要生离死别的一般。 钟蕾,你忍忍啊,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 一个大老爷们还当真把他当临待遇了,我去拉他,让他跟我回家,别管这种戏精,却被关心狠命推开,还叫了一声滚,我眼睁睁看着他扶着钟蕾走出院子, 然后上车,在我眼皮子底下,用最快的速度开车离开,那紧张的样子深深刺痛了我,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 白月光就是白月光,如今的关心眼里,哪里还有我的存在?小爱说得对,我何必来自取其辱呢? 这天晚上,我一夜眉合眼,睁着眼睛,坐在客厅沙发上守着,但关心没有回来。 第二天,我去关心单位去找他,但他同事说关心请假了,请了十几天,具体做什么不知道,王者,你媳妇该不会跟人跑了吧? 他请假做什么,难道你不知道? 我胡乱找了个理由,搪塞了过去,落荒而逃,但我却找不到关心了,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,大概是对我伤心头顶,跟着钟蕾走了吧。 反倒是小爱随叫随到,我们约着去喝酒,彼此嘲讽,又彼此安慰,说这些年的真心都喂了狗,你知道吗? 众蕾我也找不到了,民宿他也退了,他就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过来。 小爱把手机翻出来,上面就只有三个字,还有一张他和关心的大头赵和影,你输了。 关心那对耳环,还是我今年送他的情人节礼物啊,跑了好几个商场才买到的,他输了也就意味着我也输了。 恭喜你啊,小爱,我们都解脱了,总算结束了这悲催的舔狗生涯,今后我都只为自己而活。 小爱在这座城市里留了十天,在这十天里,她也和我一样,再也没见到过中美,十天后,她决定放弃。 那晚,她最后一次把我叫出来喝酒,明天一大早的飞机送鸡就没必要了,从今以后,我们也别联系了吧,免得看到你我就想起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,你说的对,开启新生活。 看来,她是真的打算把中美彻底忘了,也是啊,这样伤她的一个人,还留着干嘛,这天晚上,我喝得大醉,但是回到家之后,还是趁着最后一丝意识,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 我不相信,关心能夺我一辈子,这些天,我发疯一般找她,找了无数我能想到的地方,我想变成田狗,再次把她找回来,给她道歉。 那天,那天在小别墅,不该那样说她,不该打中美,可怎么也找不到,我也累了,我想学小爱了,写完之后,我抱着那份协议书就睡着了,一整晚都睡得不太安稳,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梦,在梦中。 我竟然还梦到了,我和关心的孩子,真的是一儿一女,非常漂亮,奶生奶气的叫爸爸,我是被笑醒的,醒来后,听到手机铃声大作,一看时间,已经上午九点多,有四五个未接电话,都是一个远房表妹打的。 这丫头才毕业没多久,进了一家医院实习,平时我们的交际不多,也就逢年过节的时候问候一下,不过,她倒是见过关心几次,对这个嫂子非常喜欢,哥,你在哪里,我在医院看到嫂子了,你赶快过来一趟。 什么?关心在医院,我丢下电话就赶了过去,在医院门口,我被表妹拉住,她给我打预防针,嫂子确实在医院,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发现的,在血液科。 表妹死咬着嘴唇,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,哥,你别激动啊,嫂子她,她在医院一直照顾一个叫钟蕾的男人,两人看起来关系不一般。 可能是宿最后的迟钝,我久久都没反应过来,钟蕾怎么就住院了呢?从表妹的口中,我才知道,钟蕾是那天晚上被送到医院的,她额头上磕碰的伤,真的差点要了她的命,我偷偷查看了钟蕾的病例,她是白血病晚期患者,有宁血功能障碍,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,这两天情况稍有好转。 说到这里,表妹叹了一口气,摇了摇头,不过,像她这种情况,接下来的话她没明说,但我也听明白了,不忍再问下去,你带我去见见他们。 在病房,我见到了额头上还贴着纱布的钟蕾,关心坐在那番手机,钟蕾,小爱的飞机已经起飞了,你可以放心了,也不知道小表妹通知王哲那大傻缺美。 钟蕾的眼睛却看向了病房门口的我,她笑,关心,你赢了,她来接你了,看来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,你没看错人,王哲确实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,那我也能放心了。 关心慌乱转头,眼底里一下带上了惊喜,然后扑到我怀里,老公,我们回家。 我还是云里雾里,再次有种被他们当吼耍了的感觉。 推开关心,故意板着脸,说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,还什么都不说,你这是,这是要急死我啊,你不知道我会担心你的吗? 我越说越激动,三秒后就再也绷不住,再次回到了自己舔狗模样,终尾坐了起来,声音虚弱,兄弟,你别怪关心,是我求着他帮我一起演戏的,我自己的病我知道,是治不好了,我不想当年对不起关心,如今还对不起小爱,尤其是小爱,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,就是一根金刃死里。 我一下好像明白了,原来中美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让小爱彻底死心啊,可为什么要搭上我,他们这样做,真的让我差点失去关心了,你别问为什么,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考验,关心说,就算他跟我跑了,你也不会放弃他,我当时还不信,如今看来你小子真的做到了。 我偷偷把口袋里的离婚协议书揉成了一团,还好还好,没让关心看到,然后拿出手机,心急火燎要给小爱打电话,你这样做,对小爱不公平,他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 关心却把手机按了下去,老公,我们尊重中美的选择吧,他说不想让小爱看到他离开前的凄惨,他想自己在小爱的记忆里一直都是美好的,哪怕他恨他。 我没再坚持,这时,钟蕾抬起头,看向了关心,你能出去一下,我单独和王哲说几句话吗? 关心出去之后,钟蕾问我,兄弟,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和关心分手,选择跟小爱出国吗? 他和小爱都怎么回事,都在和我打哑谜呢,我忍不住还是为小爱和关心打抱不平,还能因为什么,就因为你落榜而关心,却考上了,你觉得你配不上他了,然后又看中了小爱家的钱,才跟着他走了,这些小爱都给我说过,你无耻,脚踏两只船。 钟蕾却摇了摇头,你错了,是因为关心发现,我和小爱爱美之后,我们大吵了一架,然后他告诉我,其实他心里喜欢的人是你,我这才一怒之下,跟着小爱离开,可我万万没想到,和小爱在一起的这些年,我早就爱上了他,也因为爱,我才不忍心看着他为我难过。 我愣在哪儿,不知道是为我不再是万年备胎而高兴,还是该为钟蕾和小爱的分开而难过。